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韋汝 首先請大家先下載我們健康2.0 最新的APP 裡面有很多的醫療資訊 最重要的是它有健康導診的功能 隨時帶你看到 你需要去看的科別 現在冬天到了 慢慢變冷了 冬天要是什麼 火鍋 火鍋其實除了料好之外 最重要就是它的湯頭 喝下去 整個身體都暖了 可是超容易胖 你有沒有在喝火鍋湯 我超愛吃火鍋 而且我也超愛喝火鍋湯 所以妳的身體有點毛病 吃火鍋是怎麼回事 但我必須說我吃火鍋還是有一些原則 像我很愛吃肉 很愛吃菜 我不沾醬也不吃加工食品 魚腳蛋腳那裡我都是不吃的 所以是很高檔的有機火鍋 但我覺得吃火鍋有一個缺點 像是我自己每次吃完之後 就是會水腫 可是你會發現演藝圈有一些女明星 她除了吃火鍋不水腫之外 竟然還會瘦 像是鍋雪糊 有這種事 她怎麼這麼厲害 我先證實一下 女主持人確實是很愛吃火鍋 因為如果你要去堵湯 你就去火鍋店 去火鍋賭湯是不是 還是她剛好有補份 我就在那邊堵過湯 好啦 來講一下這兩位女星 吃火鍋其實跟我們不一樣 先講講郭雪芙好了 那郭雪芙它火鍋湯底 我們通常都是要很重口味 對 麻辣的 她選擇是雞湯 清湯的雞湯底 純雞湯 養生鍋就對了 對 然後在裡面 她不會選擇很高油脂的肉類 所以豬肉她是不挑的 她選擇比較瘦的牛肉 然後蔬菜的部分 選十字花科的 比如說高麗菜 或者是花椰菜 然後蘸醬 我們當然要是很重口味的 腐乳加茶 對 牛頭排沙茶醬好不好 沒有 她用薄鹽醬油 加上一點點的辣椒來提味 就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們不是喝可樂配可樂嗎 對 它是喝牛磅粉泡的茶 來這樣搭配 然後另外一個更厲害的 這個大陸藝人童瑤 他很猛的是 他也非常愛吃火鍋 可是他的火鍋湯底是用 無糖的豆漿 就是豆乳為這個湯底 然後加了大量的綠色蔬菜 還有番茄 蓮藕片 還有一些低卡 低醣的食材 當作火鍋料 所以也是吃不怕 對 好厲害 妳怎麼看這兩個藝人 他們這種吃火鍋的方法 真的對嗎 我看他們兩個再加上韋汝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三個的方式 其實大同小 真的嗎 其實我自己本人 也是一個非常愛吃鍋的人 就好吃 對 其實為什麼說有些人吃鍋會變胖 有些人吃鍋會變瘦 就是在於你怎麼去處理這個鍋 怎麼看待這個鍋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鍋它的好 就是在它有一些特殊的香味 所以會讓你的食物 比如說你的蔬菜 有些人其實不是那麼愛吃蔬菜 所以當它的蔬菜吃的時候 它開始會增加一些不同的風味 麻辣鍋的味道 我看文如在吞口水 麻辣的味道 各種的你喜歡的味道 它會沾附在你的蔬菜上 所以你會不知不覺的 蔬菜量吃得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看他們兩個 都有一些原則 比如說他們其實都會吃大量的青菜 這個是第一個類型 第二個當然就是 其實你頭他們都會加一些蛋白質 第三個其實你看 同樣他其實有特別提到 他會加藕片 其實有時候在煮這個鍋類 我其實蠻建議大家 可以加一點原型澱粉 然後我們平常都會配一碗白飯 你就不要吃白飯 你就可能吃的是玉米 或者是你吃的是藕片 那可以吃科學麵嗎 他穿肌比較好吃 真的 原型澱粉 我看他笑得好開心 我好擔心他吃火鍋的狀態 那所以其實你還是可以在吃火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仿造這些女神的一個狀態 他基本上吃進大量的蔬菜 所以他在吃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依照我們一般健康的 所謂的飲食的原則 一樣吃蛋白質 那同時他吃的澱粉 其實可以用我們說比較圓形的澱粉 來取代這種所謂的精緻澱粉 那其實這三個動作做到 我覺得其實對你來講就很好 但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實鍋我們目前的統計 多數大家在台灣很常吃的鍋 比如說麻辣鍋 有一些什麼酸菜白肉鍋 這些鍋其實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鈉含量確實比較高 當然 對 熬了這麼久 那其實鈉含量高 當然直接就是跟血壓有關 那跟女生比較在乎的 其實對 就是水腫問題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 其實你把它沾掉以後 你可能就是喝一小碗湯 其他的湯你可能不要喝 可是你會覺得吃還是不夠味的時候 你把火鍋墊很多辛香料 比如說他有蒜頭 有蔥 這些東西你就大量的加 因為辛香料一樣可以帶來一種 刺激的口感 弄這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可能一樣可以跟女生一樣 越吃鍋 越吃越瘦 對 吃鍋不用擔心胖 但是一般人吃鍋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滴 像芳瑜本身是越吃越胖 吃錯鍋 是嗎 吃錯鍋 你都怎麼點 我一個禮拜可以七天都吃火鍋 所以如果你在IG上面打一個hashtag 火鍋魔人全部都會是我的照片 就是七天中有三天是麻辣鍋 因為我實在太好吃 中口味的麻辣鍋 其他天我會用比如說臭臭鍋 或者是蒜頭雞鍋 泡菜豆腐鍋 牛肉乳 或者是羊肉乳 或者是薑母鴨來取代 所以我可以七天天天吃過 然後我怎麼吃 大家一定會很羨慕我 你知道圈內很多人 都知道要來我家吃火鍋 我桌上 我今天請你們來 我不是隨隨便便 進來你看到例如 我的火鍋會有一些獨門的東西 餛飩 溫豬大餛飩 水晶餃是市場裡 某一個客家阿嬤做的手工水晶餃 然後或者是糯米腸 糯米腸可以放火鍋 在麻辣鍋裡面等它破掉之後 裡面的米粒吸飽湯汁 老饕的吃法 你知道有多正嗎 然後你看這些澱粉類 對 最後我會再用這個 小肥牛 小肥牛 我就是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我都沒有蔬菜 剛才欣梅說得很對 我是無法接受蔬菜嫩嫩的感覺 你不覺得蔬菜 就是要炒成脆脆的嗎 所以我的桌上 你不會看到任何的蔬菜 然後就會有這些澱粉 然後小肥牛36片 就是三盤 一盤大概12片 然後最後用手工麵條 畫下一個完美的甜品 超好吃的 手工麵條超有嚼勁 我煮不爛 不是老頭 對 真的好吃 這個對嗎 這些這樣吃下去就OK嗎 天啊 你那個時候有胖嗎 你那時候有變胖 我現在看你很瘦 我跟你說那時候肥死了 我有運動習慣的人 可是我體脂高達30以上 很高 對 而且其實你如果吃那麼多油 我們剛剛看這個我們檢驗一下 你大家猜猜看好不好 我們直接猜說這樣吃這樣一整鍋 你知道大概吃了多少卡嗎 兩千 三千吧 頂多八百吧 真的嗎 還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溫州大煥燉 來吧 六個三百大瓜 六個就三百了 就超過一碗飯的量 溫州大煥燉那個皮 全部都是澱粉 然後裡面肉要是肥肉 我們都說糖加上油脂 就等於胖了 直接就吸收 而且裡面有蔬菜嘛 所以下次要點溫州小煥燉 小煥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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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糯米茶 剛聽了 糯米茶還好吧 你們一定要試 兩隻四百三十卡 比溫州大煥燉還可怕 天啊 而且糯米茶更可怕 因為它都是腸 全部都是精緻墊 而且它以很多的油去炒的 有沒有 你用吸那麼多油 對 是不是 我以為它沒有加料 它就是白白的 下次改一隻就好 兩隻太多 一隻一隻 來水晶餃 大家覺得透明的好像還好 所以健康吧 水晶餃一口一個 六百 三十卡 你還要更可怕 水晶餃都差不多兩倍 還要多 因為它的皮是完全就是 直極度精緻 因為它沒有像 餛飩品有白白的 還有蛋白質 水晶餃的全部它就叫做 低碳澱粉類 那個全部都是精緻 下次要改魚餃跟蝦餃 蛋餃 蛋餃會比較好 蛋餃沒有澱粉 好 那再來 剛剛那個很期待 小煥燉 讚 但它還好不肥 怎麼會好吃 來吧 這麼高 兩千四百三 招待朋友一定要厚片 而且比較薄片 大概就一千多卡 但是厚片的三十六片 厚切才有嚼勁好不好 這個就等於一個成年人 一整天要的量 熱量 天啊 然後最後是不是Ending 還要一個麵 麵條 煮粥底火鍋之類 天啊 全部精緻澱粉 好高 再來三百多卡 所以TOTO 算數好的 去你家一次的 真的不讓我吃 四千多了吧 四千多卡 四千一 好不吉利的數字 對啊 超級不吉利的數字 好可怕 其實除了火鍋料的選擇之外 湯底的選擇也很重要 對不對 湯底這麼多 而且有時候一鍋還分三個 對 到底有哪些鍋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來 大家喜歡的湯底Top10 第一名起司鍋 這樣我們這個是以一千兩百CC為主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大家火鍋 你就是不要喝太多湯 如果你喝了這些起司 三千六百大卡 有沒有很恐怖 還有剛剛講的麻辣鍋 通常幾乎每個人都會點麻辣 就是一千六百多卡 再來酸菜白肉鍋 也有六百卡 六百 還好很清淡 豆腐鍋也有五百二十八卡 為什麼 那它其實裡面都會有很多的油脂 那些湯底 它不是剛上鍋雪芙的 是清湯嗎 雞湯 昆布湯 這種蔬菜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些有大量的油脂 還有辣椒油 這些都是 那起司本身就是一個 脂肪含量很高的 起司牛奶鍋更恐怕 牛奶裡面不是有膏脂嗎 有一些蛋白質 但是也是有糖類的 那再來的話 咖哩鍋 咖哩鍋 藥上鍋 這些我們都叫大家注意 基本上這些除了高熱量之外 它還有很嚴重的鈉鹽 所以它的鈉含量是很高 所以其實高血壓的朋友 要減重的朋友 心血管的朋友 有疾病的朋友 你都要注意這些 不要喝湯了 所以喝也不要 記得不要加湯了 喝不夠還要加湯 但是大家還很喜歡 喝一個東西 叫做薑母鴨 對 冬天釣 吃薑母鴨 吃完之後熱熱走出去 馬上都出事了 是不是 姐妹 而且這據說是 最近的一個新聞 真的嗎 不是要故意嚇大家 但我覺得你在吃鍋的時候 你想想這個新聞 可能會救你一定 真的假的 他前段時間一個人六十多歲 其實他還算是 我覺得算中壯年的一個男子 本身就有高血壓跟膽固醇的問題 跟朋友一起去吃薑母鴨 結果出去 大家一起出去 他就突然走到一半 就倒在地上 他倒在地上 後來當然就送急診室 送急診的時候 Routine去量這個血壓 血壓高達220 我們要先知道觀念 正常血壓是120以下 所以220其實 你就可以想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狀態 後來這個男子 很不幸的離世 然後後來在過程中 其實有做過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後來確診 是所謂的主動賣玻璃 主動賣玻璃 他跟薑母鴨有什麼關係 他跟薑母鴨本人的關係 我待會兒跟大家講 那當然主動賣玻璃 因為前一段時間 有滿多名人 好像因為這個問題的離世 大家對他是有了解的 但我們必須要說 這個我們有時候冬天 你去吃一碗暖暖的鍋 我們目前其實發現更高 比例是心肌梗塞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在以前 醫學院的時候 在念心臟這個疾病的科別的時候 就有一張很典型的圖 一位男子 他在一個下雪的冬天 外面都還飄著雪堤 他從一個後面的餐 就寫著餐廳走出來 然後他抓著他的胸口 心肌梗塞發作 其實我們要知道 在尤其冬天的時候 第一個風險因子 是我們大吃這個大塊朵衣 但我們吃很多東西 尤其像鍋類 你吃進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優先把血液 運輸給我們的腸胃道做工作 所以這時候你的其他器官 是稍微的血液量 是比較低的 有時候你一開心 還會喝個酒 你血管再擴張 所以變成你的一個 比如說你的腦部 你常常會吃完飯 你覺得好好睡 或會預睡 其實跟這個是可能有關 再來不是只有你的腦 你的心臟的血液 可能暫時的量也是會 稍微的比較缺乏一點 這個時候 當你在出去到一個天冷的地方 因為通常大家都在天冷的時候 吃過 那時候你本來覺得 我已經很熱了 我身體很熱 我出去沒問題 所以我沒穿外套 外面的天氣一冷 血管一收縮起來 這個時候就可能會誘發 心肌梗塞的狀態產生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一下 吃鍋是好事 在家裡吃不錯 然後不要吃太多 然後如果外面天氣很冷 記得先把外套穿起來 再離開餐廳 其實都可能會救你一命 不能讓氣氛變化太大 沒錯 其實大家吃過冬天吃過 就是希望自己身體暖固的 但吃過之後脂肪就囤積了 稍微有一個方式 可以教我們快速燃燒脂肪 所以吃過就可以加湯了是不是 不是加湯 教練教大家如何快速燃脂 我們做間歇運動 間歇的運動 間歇運動是什麼 就是一個高強度 一個低強度 你在家就可以做 間歇運動為什麼可以燃脂 它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你在做間歇運動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心臟更強 因為你有高強度 對 高強度低強度 第二個是可以幫助你代謝 最後一個就是最好的 就是你在家看電視都可以瘦 對 因為它跟重訓的道理是一樣 你做一個高強度 拉高你心跳的時候 你身體要回復到正常的時候 它需要很大的能量回復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但還 你可以看電視還可以燃脂 但是不要邊吃火鍋邊做 對 就是直接 消化不了 對 所以說好 教練教大家再怎麼做 很簡單你就先手插腰 所以很簡單就這樣前後腳跳 這是一個低強度的 低強度 很像跳繩 你可以先從跳10秒 好 跳10秒完之後 我們就變跨步 好 我們把關節角度拉大 一蹲 跳起來 點一下 然後就換腳 二蹲 跳起來 點一下 換 這個你只要做10秒 會喘耶 才3秒耶 才不會喘耶 10秒 這樓下會不會腳去還是跳一下 不會 不會 然後你做完10秒 你沒有休息 你用這個簡單的低強度 當作是你的休息 所以你的心跳會 上去又下來 大概可以一次做三次 三組 然後你在原地踏踏步 好 你覺得你可以的話 再繼續做 又開始做 對 再繼續做 這種借鑑去運動 對這種心肺的功能 還有染指都很有效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個技術座介紹給大家 讓你在冬天 一樣可以隨時吃火鍋 另外很多人很厲害 他吃鍋照樣甩弱 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廣告之後告訴你 火鍋要好吃 湯頭跟沾醬都非常重要 但是一般的這種湯頭跟沾醬 熱量好像都很高 雷蒙老師今天這個火鍋 會好吃嗎 如果要熱量低的話 要加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非常簡單 都是原食材的東西 這是什麼 對 對 比方說我們這個湯底 湯底怎麼煮的 就是我們用昆布 昆布 然後白蘿蔔 白蘿蔔 什麼都沒加 就是白開水煮嗎 就這樣子 這樣會有味道 對 因為昆布有一點鹹鹹的 然後白蘿蔔又很甜 是 然後昆布也有那種鮮味 對 有那種鮮味 所以說這整個火鍋裡面 就完全不用加任何東西 真的很簡單 就加昆布跟白蘿蔔 煮湯就可以 對 如果是要 待會兒我們會加一個蛤蜊 蛤蜊 讓它整個鮮味又更提升 放隔離 放些海鮮 對 感覺很不錯 所以這算是秘訣 秘訣 對 一般人來講的話 火鍋很少用白蘿蔔 我們就丟鹽巴下去 也不會放昆布 對 我們用最自然的方式 讓它那個湯底就是 水 白蘿蔔 昆布 也沒有高湯 白開水 白蘿蔔 昆布加上寒 就煮起來 沾醬怎麼做 沾醬 這樣就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蘸醬吃起來 有種芥末的味道 芥末的味道 芥末的味道 有點綠色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是大蒜 大蒜 對 然後還有 你看我們吃火鍋最喜歡 加很多很多蔥 對 然後 你把它打成醬汁 對 這滿特別的 我都是會切碎碎 然後沾著肉這樣倒水汁 然後最重要就是這一碗 這是什麼 檸檬汁 檸檸汁 對 香檸 對 檸檬汁 檸檬汁來做沾醬 然後我們的香油 香油 這個沾醬真的是最重要 火鍋的秘訣 然後最重要是 我覺得這個切少油脂 所以我用酪梨油 酪梨油 好的油脂 對 好的油脂 酪梨油 因為一般我們都吃沙茶醬的油 對 特別有味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點醬油 醬油 這麼簡單 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就是說 所以我們直接沙米飯 就火鍋的湯底 舀一點下來 舀一點下來 然後就可以打汁了 就這樣子 這樣就是沾醬 對 這個真的還滿特別的 其實這樣看起來 味道是滿夠的 因為它有大蒜的蒜香 然後又有香油 好 這個醬汁很快就完成了 難怪說有點像 薩西米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是很像那個 絲生魚片的芥末沾醬的感覺 我們醬汁這樣就好 對 可能還要準備哪些料理 所以我們就開始丟白菜 白菜 番茄 還有魚肉 對 然後番茄 這個全部都把它丟進去 海姨你怎麼看這一鍋 我看起來真的覺得 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剛剛雷蒙師傅 他這樣子做的話 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飽和脂肪 譬如說我們一般的沾醬 他可能用豆腐乳 沙茶醬 裡面都有很多的飽和脂肪 而且你一定要勾芡 他都加了很多精緻澱粉 可是我們剛剛這樣打 只有大蒜 蔥 那一點點的香油跟醬油 就避免這些過度的油脂 所以如果喜歡辣的朋友 你可以再加一點點生辣椒 下去打 是可以的 不過這個大蒜加這麼多 已經夠辣 已經夠辣 很嗆的 OK 那平常我們會吃很多蔬菜 那蔬菜好像其實也不是每個蔬菜 都很OK是不是 對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玉米筍 綠花椰菜 我們都很推薦 你看這些的蔬菜 他有大量的甲離子 可以幫助你排出這些過度的鈉 避免我們水腫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注意喔 我們來看一下地雷的一些蔬菜 因為有一些蔬菜 他反而是煮了之後 會吸鈉量變成一變成一百倍 對 來看一下 第一名這個不哇各種的瓜 不哇絲瓜 這種瓜類 你看他煮前的鈉含量 零點六四 可是煮後變九十五 所以這種盡量就不要放火鍋了 對不對 太危險了 因為他會吸那個湯汁 所以你一口下去就超多了 然後另外像特別講一下香菇 煮後也是吸的變成 香菇放很提味 大部分都會放 咬下去那個很多汁的 全部都吸到糖底的 那另外再來講一下 就像豆皮 他雖然不是蔬菜 但是 豆皮我超愛的 對 豆皮他也是吸油量 吸鈉量還有冬粉 不要以為冬粉熱量低 那一下去你沾了所有的料 然後你又沾沙茶 全部都是吸鈉量 所以我們其實要告訴大家 不是說不要吃蔬菜 而是如果你的湯底 選擇像我們的雷蒙師傅 這一種好的湯底 湯底本來就沒有什麼油 沒有什麼鈉的話 你是可以安心吃這個蔬菜 但是如果你是麻辣鍋 我們剛剛講酸菜白肉鍋 起司鍋 你再放這些可以吸油的 天啊完蛋了 直接熱量鹽分都爆表 所以湯底要先做對了 我們來看雷蒙師傅 他準備了很多的料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打大白菜 還有番茄 豆腐都放下去 然後這是玉米筍 直接玉米筍放進去 然後我們營養師說 比較犯規的金針菇 金針菇 不過我們湯底好 沒關係 我們湯底好 因為我們湯底完全沒有鹽巴 沒有下鹽巴 可以放 OK 然後肉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蛤蜊 蛤蜊 最後再倒進去 因為它很容易熟 是 那準備的肉是哪兩種肉 我們牛肉 牛肉跟魚片 對 還有蚵仔 還有蚵仔 都快滿出來了 整鍋都是料 好 那我們這一道 極為澎湃的去油消脂火鍋 就完成了 白魚毀脆鍋 這白蘿蔔跟昆布熬煮的湯底 自然鮮甜又清爽 再將原型的天然食材 沾上滴卡醬汁一同享用 美味營養 讓你開心吃鍋 健康減重 現在在演藝圈非常流行天術斷食 像我身後這幾位藝人 有人用三天 有人用四天 還有人甚至七天來斷食 七天不會死掉 對 芳瑜你自己有試鍋斷食嗎 對 你看這三位藝人 其實千佩 先來說千佩好 她是二保媽媽 你知道我們其實產後 尤其生了兩個之後 你會發現她就是會覺得 她代謝停止很難受 她就執行三天不吃東西 然後只喝留職的 她發現三天後 她整個感覺太代謝提高了 原本囤積在腸道裡面的 一些廢物全部清光光 身體變得很輕盈 睡眠也變得更好 好像不錯 對 然後更猛的是 你看Ella 她是多了一天四天斷食 只剩一點點 對 這四天 她只喝檸檬水還有黑咖啡 黑咖啡 體重調到有史以來的新低 49公斤 四字頭 對 四字頭 超開心的同時 可是這過程 她也曾經有爬樓梯爬一爬 差點溫倒 低血糖 沒力 然後或者是結束斷食之後 怎麼以飛快速度攤回來 腹胖 對 告訴大家說 其實要看看你的體質適不適合 還是要問醫生比較準 那最猛的是這一位瘦子 好厲害 七天的斷食 好恐怖 一個禮拜 她只喝水和黑咖啡 那你知道其實 這有點像遇到船那 被困在荒島 對 那七天斷食 對 然後她到後面什麼廢物 已經都沒有了 所以連放屁都沒有 都沒有 腸胃都沒有動 其實你知道你在瘦的同時 不只會受到你的脂肪 你的肌肉其實也會掉得非常的快 所以這七天 她不但是斷食 她還維持原本的拳擊 太運動了 好厲害 運動 七天之後 會發現整個好像脫水 就是變得很fit 然後但是很乾扁 因為男生還是要有一些線條 於是她七天結束之後 她再用比較高強度的運動 來增加肌肉 然後想到我自己 你有嗎 我其實使用的是 二十四小時的斷食 這一天 因為我那時候 你餓是耳聽起來很多 那就是一天 就一天 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是產後 瘦身遇到的狀況長期 怎麼樣都掉不下來 我就使用一週一次 二十四小時的斷食飯 使用了 做了兩個月 然後瘦了三公斤 真的有效 你知道一開始第一週 你會發現 你餓到眼冒驚心 你會覺得 這個是銀河嗎 什麼 銀河系 我在太陽系嗎 這是哪裡 可是第二週開始 慢慢你的體力就恢復 到最後我還可以去做熱瑜伽 我覺得是習慣的 所以你也覺得 這種斷食法是OK的 就是讓你覺得 變得更輕盈 其實減肥的方法 真的很多 市面上大家都在講什麼 最常見就是168 對 可是又有人說 要吃五天 休兩天不要吃 真的很多 這種斷食法 到底有沒有幫忙 我們先講一下斷食 它其實一個原理是什麼 其實現在人拿到食物太方便了 你可能去便利超商 就可以立刻吃到東西 還是要錢 我第一次說 你可以任何時候 都買得到一些東西 放在你的旁邊 可以隨時的吃 但這會面臨到的狀況就是 我們其實很常吃血糖 把它存到細胞 但我們好像身體 沒有任何一個時間 把我們多餘的血糖 運動當然是可以 好像沒有多餘的時間 把你的血糖給給你出來 就是我們低血糖的時間 很少 所以其實斷食 它一個最基本的原理 它大概的想法是這樣 當我們血糖開始下降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會警覺到 我們需要血糖上升 它去哪裡找 第一個先去肝臟找 所以肝臟會儲存 那個肝糖會第一次 第一波出來 第一波就出來了 對 讓你的這個身體的 這個血糖開始高起來 你就覺得開始有精神 但問題這個時候 還沒有到染脂的地步 當我們身體的 這個血糖仍然不夠 它就真的會把肌肉裡 把脂肪裡頭的脂肪 轉換成這個脂肪酸 然後維持我們的能量 所以需要從我們把空腹血糖 變到有肝糖釋出 到我們的脂肪 可能會開始變成我們能量的來源 它大概的基本時間起跳 是16個小時 對 甚至168的原理 所以一開始的168 其實是這麼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就會有人會有那種更寬廣的 我要染多一點紙 其實標準的做法像 對於斷食這件事情 有極派做法 有些做法就是168 這是最常見 那其實我們在門診上 發現執行率最高 為什麼 因為方便 早餐不吃基本上就怕死了 你可以把一段時間的時間壓縮 而且你可以可能 就是做一些方式的調整 是168容易達到 那你看右邊 你知道這個231 它也是24小時 其實你知道之前有一個 也是女神徐瑋寧 她之前她就有說過 她過午不時 曾經在她減重的時候 其實她的原理就有點像這個 通常就是一天一餐的意思 一天一餐 再來的一種就是剛剛方便提的 其實她這種是標準的斷食中的 就是用粥做單位 有些人弄日做單位 有些人弄粥 那粥做單位 有一些上班族 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如果今天要弄六日來做 問題是我六日終於可以吃東西 所以你就可能會失敗 但是我還是要特別提 隨著這個天數的上升 當然你身體的潛在風險 就有機會出來 比如說你本身 有血糖問題的人 我其實都真的建議 如果你有已經在吃血糖藥物 你一定要跟醫生說 你在做斷食 就是你有慢性病的盡量 還是小心點 另外你本身就有腸胃道問題 我覺得你不要太挑戰 比如說胃潰瘍的人 有些人真的空腹過久 你的胃潰瘍會急性大爆發 所以還是要提 這個斷食 你就會胃穿孔 然後去手術 然後你就真的瘦了 真的是這樣 你就真的瘦了 只是說這個天數斷食 或是間斷飲食 真的在這一段時間很棒 它是真的有一部分的原理 但如果你要做到那種高挑戰 藝人級的挑戰 七天 我建議你身體 身體健康我也不是那麼建議 就是你應該要真去找個你的營養師 或你的醫師 告知他你正在進行 循序漸進 第一次一天 第二次兩天 不要一次跟我挑戰七天 除非你真的遇到船 跑到那個山上 跑到那個沒有辦法 知道斷食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這種斷食 到底消耗的是肌肉還是脂肪 對啊 好 我要來告訴大家 極端 我們說極端嚴格的斷食 譬如說你斷食五天 七天這種的話 其實你有可能全部消的 都是你好的肌肉 你流失的都是肌肉 都是好的蛋白質 然後你的脂肪是原封不動的 那我自己本人 我有試過斷食 因為之前我很多癌症病人都跟我說 他們覺得斷食之後精神變好 可能可以餓死癌細胞 可能又可以什麼新生 所以我本人非常有實驗精神 所以我就真的去斷食了五天 你斷食了五天 對 我斷食五天 我只喝水跟他們說什麼酵素 那種蔬果酵素這樣子 然後我第一天 因為工作很忙 你要跑病房 跑門診 到晚上都不吃還好 這是那段時間 你錢都卡在股市那時候 沒有錢吃 就在醫院那很累 你瞭解 你瞭解 所以他晚上十點 反正累了就睡了 第一天沒事 第二天叫做超級餓 因為一早要開會 下午還要聽病人 開廚房什麼的 第二天超餓 餓到胃都痛了 你看到銀河了嗎 我那時候都會餓到 看到炫光 他看到過世的親人 還在醫院 不知道看到什麼 然後到第三天 我竟然醒來的時候 精神超級好 極度的亢奮 而且心跳血壓 脈搏是快的 我同事看到 我說韓瑩你今天怎麼了 我做事是這樣 很有力氣的 跑病房 跑十樓我爬樓梯 就這樣爬 他說怎麼 我就說精神很好 好像身體很輕 然後便便 速便都排掉 所以過了前面的狀況 你後面精神就來了 第三天就開始 我就感覺到 充滿了體力 然後第四天也是這個狀況 然後第五天 我同事說你還好嗎 我那一天就hutch 我感冒了 第五天直接就是喉嚨痛 然後感冒 症狀就出來了 對 然後六日我回家的時候 第七天我直接發燒 送我們醫院了 急診 直接送急診 因為急性發炎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對 斷時前面幾天到底會怎麼樣 對 所以原理的話 就是前面兩天 你就是肝糖去消耗完 然後再來會燃燒你部分的脂肪 可是但部分 因為我們是勞力體力的工作 那你其實身體是需要營養的 所以他會去分解你好的蛋白質 所以這邊有研究 第一天蛋白質消耗最多 可能最高達六十九克 其實我告訴大家蛋白質 你要就是真的要累積長肌肉 很難的 你要消耗真的是超快 所以你兩三天不吃 都是流失蛋白質 脂肪只有燃燒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我那個斷食這樣五天下來 我大概體重掉兩公斤 那體脂肪上彈三percent 體脂還變高 那你沒有損失 降一升 沒有損失 然後結果就會生病 然後回來的時候 體重反而比原本還要高 所以其實都是脫水 然後我奉勸各位不要隨便亂做 極端的斷食 還是要專人指導 所以斷食還是要因人而已 但是普遍的人還是會覺得說 那我就吃得少嗎 我多運動肯定會瘦 這很多人都在做 對啊 但為什麼 少偉為什麼還是會胖 還是很多人都 是不是很運動比較好 沒有 不是我運動 很多學生 他們現在上了年紀 他們說教練說不要吃 教練說要多吃蛋白質 然後他說不要吃碳水 就是拌麵不要吃 很多人都這樣 就是少澱粉 所以說他只要餓了 他就吃水果 然後他說教練 我三餐吃水果 早上蘋果 可是我吃一顆蘋果會餓 再吃一個香蕉 葡萄兩三顆 然後這是一餐 然後他說 可是教練我跟你說 我早上跟晚上 我有各吃一顆蛋 所以我還是有蛋白質 看起來很棒 沒有非常不好 因為蛋白質 一顆蛋大概加蛋黃 大概7克左右蛋白質 等於你一天攝取才14克 14克我們一整天 如果是50公斤的話 50公斤的人 大概要攝取到1.5倍體重 單位是克 所以大概要75克蛋白質 所以等於一顆 一天至少要10顆蛋左右 當然你可以用別的東西去補 例如你的雞胸肉 或是豆漿 這些加種起來 大概會到75克 所以說還有一個觀念是 沒有吃碳水 如果你今天一整天 沒吃碳水 碳水它是幫助你身體 循環的東西 就要讓你身體燃燒 所以你不吃碳水 反而很難減到脂肪 你的基礎代謝 反而會變慢的感覺 對 反而你的代謝變慢 那你脂肪更容易囤積 那你就累日積月累這樣 下上去那你的脂肪就越來越多 是這樣子 對 然後又吃很多的水果 超多糖 超多糖 對 超級多糖 所以不是你吃得少 就一定會瘦 還是要吃對 不是要完全的借澱粉 還是稍微要有一點點的澱粉 可是有些人真的很可憐 他說他連呼吸都會胖 他就是傳說中的 易胖體質 廣告之後我們就告訴你 怎樣測 你是不是易胖體質 在我們的身邊 總是有一些人吃再多 他就是不會胖 超級有毛病 他天生就是吃不胖 太激度了 對 真的超激度 但是你知道嗎 這種吃不胖體質 竟然是可以養出來的 像是韓國女明星 他們就養出了吃不胖的體質 對 如果你是Black Pink 鐵粉的話 你應該知道Lisa是那種 如果她沒有吃飯 她會生氣 會生氣 對 然後所以你知道 他們運動量很大 那Lisa用的方式是 對 我的食量很大 運動量很大 但是我從來不會讓我自己吃飽 我維持 餐餐七分飽就對了 對 七分飽 然後少量多餐 然後裡面會配 因為你知道韓國 在韓國生活 你一定是吃大量那種韓國的食物 對 所以她會養成習慣 但是她一定會配很多的 比如說蔬菜 然後蛋白質 每週固定做皮拉提斯 去維持她的體態 還是有運動 我也每週固定 但是我每週固定吃提拉米薯 這樣 差很多 差很多 再來第二位 大家都熟知的宋慧小 宋慧小你看看又來了 從來沒有吃飽過 這樣子 一樣是維持八分飽 然後她的晚餐 會用豆腐來替代飯 所以一樣要讓自己有飽足感 但是讓身體沒有負擔 所以米飯就不吃了 會在6點以前 晚上6點以前 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 有點像168的感覺 小臉吃完飯 對 然後最後這一位 她叫做小宋慧喬 是演活了這個夫婦的世界 裡面那個小三 是不是你看了 你都自探佛儒 你要怎麼跟她比 她瘦成這樣子 因為她也是有配搏的 她一口的食物 會咀嚼50下 然後細嚼慢驗3分鐘 所以很快會有飽足感 就不會覺得餓 然後絕對忌口那些垃圾食物 高熱量她絕對不吃 然後我自己 我自己也開始 把我自己養成益瘦體質 原因是什麼 我原本也是教練 剛剛說的那種 把水果當飯吃的 然後發現我有在重心 我還是體脂非常高 所以我就看到 蔡依林的減肥法 她告訴我們 水果你可以吃 請在天黑前把水果吃完 下午要吃掉 就不要讓那個糖分 吞進在體內太多 然後再加上重量的訓練 我發現 把那個肌肉練起來之後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變胖 教練對不對 我講沒錯 他們台語你怎麼看 他們的減肥方法 而且聽說你有一招在 吃東西前稍微做一下 就可以受很多攻擊 根據日本醫學博士研究發現 其實我們要吃不胖的秘訣 在於我們的舌頭上 舌頭上的味蕾 因為味蕾 平均我們更新的細胞大概十天 所以如果你願意從現在 開始吃得比較清淡 譬如說餐前喝一點綠茶 喝一點一點點的湯 或一點點水 然後避免所有重口味的食物 譬如說高油高鹹高甜的 都不要 這些韓星他們都吃得其實很清淡 也沒有吃得很飽 你只要連續十天 你的味蕾細胞被更新了之後 你兩週是可以真的成功瘦到三公斤 你就會習慣吃清淡的食物了 對 真的很厲害 多喝水 吃點蔬菜 像這樣韓星的這樣做法 吃點豆腐 什麼清淡都七分飽 你其實可以做的 味蕾是可以訓練的 對 可以 這總是易受成功的例子 但是有人天生呼吸也會胖 喝個水都會胖 就是易胖皮質 我們可以自己檢測自己是易胖皮質 我們來看一下網路封城 這我拿到我也覺得很妙 大家來看一下 把你的手舉起來 大拇指 大拇指 來看一下 江批來看一下你的手 你的大拇指 是到底是不是整個一針 一根這樣直上直下 還是中間有曲線 有欸 有曲線 有沒有 你好直喔 沒有吧 有一點 老花眼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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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好彎喔 對 人家是說這邊 有沒有凹進去 對啦 你看我這邊有骨結 對啊 你是完全平的 真的欸 怎麼會這樣子 像天佛拉手 完全沒有任何的曲線 我們認為它是易胖皮質 網路空傳的 那又有可能比較浮腫 因為正常的 本來你就會有 旁邊有很多穴道 很多經絡在旁邊 你應該是要有曲線的這樣才對的 就是大拇指要有腰身 對啦 要有腰身 你就會有腰身 就這個意思 好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要注意了 再來看你的手 手 兩隻手 幫我這樣圈起來 你的兩個我們指接 大拇指跟中指 對 有沒有互相重疊 有嗎 圈得起來嗎 有啊 圈得起來 圈得起來就OK 我覺得這樣 你不要擠到手都快 我覺得要把力 超大力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交疊 就是很寬的話代表易胖型 但我覺得這廢話 因為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韋汝 很值得看 各位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可以超過這麼多嗎 因為他有馬凡是症候群 跟劉備一樣手藏過膝 所以這樣的話 說是可以是比較瘦的 但我認為 我個人覺得網路風傳 你只是參考 不準 對 我覺得旁邊那四個 是我覺得比較認可的 你如果常常覺得身體覺得疲倦 缺氧 容易覺得浮腫 腳踝腫 手也腫 喜歡甜食難以控制 還有容易覺得 暈眩循環代謝差 這種你真的是很容易易胖 然後代謝不好浮腫的體質 這種你就要注意了 要來好好的看我們健康2.0 去調你的身體 呼吸不要太大力 別人都吸到 真的會變胖 但是其實我們每天都在講 體脂 體脂 體脂很重要 但是體脂肪分佈在哪裡 也很重要 欣陪你說那個體脂肪分佈在內脹 還是皮下差很多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亞洲人 你真的要瘦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有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我們有 比如說白種人 黑種人跟亞洲人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亞洲人的 主要的脂肪分佈 多數儲存的位置是在內脹 像這個是不是 對 所以有時候比如說 我們常常會看一個人 比如說看一個男的笑一笑 就說你這邊可以折出一大折 那種脂肪 其實它可能 如果你已經折出一折 它裡頭可能是更可怕 但是其實一般人可能只能用捏的 我們在臨床上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一些儀器 比如說你弄一些影像的檢查 或是用比如說我們 我們門診比較常會用的就是超音波 超音波 比如說假設我現在 我真的就找一位這個 他本身是有中度脂肪感 所以理論上 他的內脹脂肪應該是高的人 對 如果假設說 我們以正常來講 他脂肪輸出量很高 他應該是他的皮下脂肪也是高的 對 那其實我們在看 從皮下來看什麼叫肥胖 當然有很多種定義 不好意思 我可能請你衣服拉高 我們一般的定義來講 我們說真的確實可以看我們的皮下 是 男性來講的話 如果你皮下有1.5公分厚 那可能你是屬於小心 你有肥胖的問題 女生有2公分 女生其實可以容許 女生體脂肪就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假設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他的腹部 好 就會看到 對 就看到這個 在動的時候這邊是皮膚 底下這邊是肌肉層 中間這一段就是脂肪 對 其實他的脂肪 你看他算起來的脂肪的量 其實大概是8毫米 就是等於是0.8 所以感覺他是瘦子 因為他皮下脂肪其實很少 對 其實他的一個皮下脂肪 是沒有那麼多 對 可是他卻有中度的脂肪肝 所以他就是亞洲人 所以我們真的要提醒說 亞洲人 其實我們的這個身材 控制的要更合 合乎所謂的標準 真的原因其實是在我們天生的基因上 會比一般人更有內臟脂肪儲存 因為我們天生就容易 內臟脂肪就會比較多 像那個白種 就是大家肚子都一樣大 可是你看 我們亞洲人的內臟脂肪 就是容易比較多 大家都知道這種 跟細血管疾病是最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就比較倒楣 不要控制體重 但我必須說 小腹這個東西真的很困擾 特別是我們如果有小腹的話 除了內臟會有問題之外 美觀也是一個問題 稍微要教我們一個 可以練出你穿字肌的腹肌 好 接下來就教大家一個 毛巾的訓練方法 毛巾的訓練方法 你在家做家事 就可以練核心 做家事 所以讓太太視覺上也享受 身體上也享受對不對 不用做家事就對了 很簡單 我們就準備兩條毛巾 用擦地板的方式 但是建議大家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還是要有基本的熱身 你可以先動動你的肩膀 畫一畫圈 然後往前畫八圈 往後畫八圈 讓你的肩關節先放鬆一下 才不會受傷 好 我們先把一條毛巾 對折 放在地板上 然後把兩個膝蓋 放在上面 這樣子膝蓋 做錯事情的時候 對 順便罰跪 好 然後我們就把一個毛巾 放在地板上 放在地板上 一隻手撐在另外一邊 好 接下來有重要 我們通常擦地板的時候 是這樣子有沒有 對啊 這樣不對 你的屁股是翹翹的 屁股是不能翹的 你先試試看 把捏手往前爬 爬到你的背跟屁股一條線 然後放這樣撐著 你先說話 我現在在稍微的健身房 是助教 當然 沒有問題 那你的核心就開始拔力 然後穩定好你的左手 右手輕輕畫圈 這很累 他拔手真的在拔手 對 他在拔手 你在家 你還可以脫衣服這樣做更帥 老婆更愛你 然後再換邊換手 換手 不能屁股翹翹的 不是屁股翹翹 是這樣子 屁股下讓你 對 然後我們要做棒式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插 做個不穩定 畫圈 這真的肚子很痠 當然 這大概要讓你痠 好 接下來 我們就先坐回來 休息一下下 好 這個感覺 其實你在做的時候 就是四肢洞 核心穩定 是 現在下一個動作 也是建議 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先練習剛剛那個動作 你練習了一個兩個禮拜 你覺得你核心有力了 再做我們進階版的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你一樣是要先把姿勢調整好 第二個動作 當然 而且要更難 但你不能屁股翹 下去 手往前 手往前 拉回來 好 慢慢拿 換手 再下去 手往前 你下去就回來了 拉回來 對 好 暫時先做兩下 是 對 所以這讓你的核心 跟你的上肢 都可以增加你的核心肌力 對 所以 各位男性朋友 如果你說錯事的時候 回家就趕快練這個中間 對 又可以清潔家裡 又可以把你的身材練得更好一點 很多人減肥都覺得 就是要挨餓 可是我們廣告之後 來告訴你怎樣做 這個不愛惡的減肥餐 減肥最痛苦的就是吃不飽的問題 沒錯 郭老師今天這道菜 可以讓你吃飽又不會胖嗎 對 是用了什麼 今天我們其實是用了 原住民的紅藜麥 紅藜麥 這個嗎 對 紅藜麥 然後紅藜麥 其實跟米飯差不多 但是它營養完全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但是它可以吃得飽 是 它可以吃得飽 這個是有先煮過了嗎 煮過 對 已經煮過了 好 因為那個 它煮過之後 它不會黏在一起 還是一顆一顆的 是啊 然後我們把紅藜麥 紅藜麥放好 所以煮的方式 就跟一般我們煮白米飯是一樣的 一樣的 一樣的 一樣用電鍋這樣子 對 這是雞胸肉嗎 這是土雞的雞胸肉 土雞的雞胸肉 土雞的雞胸肉 是水煮的嗎還是 對 水煮的 這也沒有調味過是不是 對 完全都沒有 對 然後把它鍋成絲這樣子放進去 鍋成絲 因為我看你還有帶一些皮 對 然後我們這個蛋就先把它壓水 好多蛋白質 都是優質的 而且真的沒有太多的調味料 到現在為什麼沒有任何調味料 對 就全部煮熟而已 是 這雞肉有特別選用白斬雞對不對 對 白斬雞的 只是我們去菜市場買的那一種 對 這很聰明 一般我們都是選雞胸自己汆燙 然後煮起來都沒味道 那個很難吃 對 你覺得這裡要選白斬雞 雞胸肉可能乾了點 乾了點 OK 我們把這個蛋就像弄碎是不是 對 有點像沙拉 弄碎一樣倒進去是不是 對 好 我們把它倒進去 這個是什麼東西 酪梨 酪梨 這個怎麼處理過 就是我把它壓碎了 壓碎的酪梨 OK 好 醬料的部分 醬料的話 這個是七味粉 七味粉 OK 有點大 要不然沒有味道 對 還是會有一些味道 這是什麼 這和風醬 日本的和風醬 對 就這樣子 就這樣拌一拌 可是這個酪梨好像很油 這個真的可以嗎 酪梨呢 它其實在水果分類 它不是水果 它是油脂類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單元 不飽和脂肪酸 在美國研究發現 其實如果你連續吃十二週 用一些酪梨取代 原本的精緻澱粉 跟一些肥的油脂 你可以有效地消你的內臟脂肪 還可以增加飽足感 吃油還消油就對了 對 吃好的油可以帶壞油 但是我們講是取代 不是說你吃得那麼豐富 然後額外就去吃一堆酪梨 那這樣一定就胖上家 是 所以不行 那你怎麼看這個 你聞一下這個味道 好香喔 真的很香 那個紅梨麥 跟這個一般有什麼差別嗎 那個台灣紅梨花蓮特產 那個紅梨比一般白米 它的膳食纖維 大概高十五倍 十五倍 所以吃下去它有很多膳食纖維 可以讓你穩定血糖 不會讓你快速的血糖上升 而且它還有很多微量的一些礦物質 鈣 鎂 鈴 補充好的礦物質 讓你代謝變好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一下這些紅梨 所以你吃一天 吃個紅梨的時候 一天大概可以上十五次大便 多暫時纖維 對啊 那麼多 那你覺得這一道菜 蛋白質的含量怎麼樣 這樣夠嗎 是 夠的 因為雞胸肉 我們說大量的雞肉跟蛋白質 其實它沒有額外的油脂 那你甚至用一點點雞腿肉 我都覺得還行 人還是要一點蛋白質油脂 好的澱粉就是藜麥 所以這一道好完美喔 你可以就是中午當午餐 或是說下午當輕食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 其實這是我每天會吃的東西 那你當作怎麼會想出來 這道料理 這個怎麼會 其實我一直也在跟肥胖對抗 對抗 長期抗戰 對 類似那個酒病乘良醫的概念 其實我的減肥素也賣得很好 那我覺得這道菜 真的最聰明就是白斬雞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在吃那種減肥菜的時候 最難吃的真的就是雞胸甘柴對不對 對 可是老師選的是白斬雞 因為你去市場是那種 有點鹽烤過的 鹹鹹的 而且它又很便宜 對 最後種成這樣 一碗一樣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盤子拿來 這樣子把它扣著 色香味俱全 這就一道大菜了 那我們這一道吃得飽的 減肥料理就完成了 吃到紅梨雞胸酪梨 推薦給你 在雞胸肉屍中 拌入清爽的酪梨 不僅能增加飽足感 還能降低蛋固醇 再搭配香Q的紅梨麥 讓你吃得飽 又滿足又健康 其實現在肥胖的盛行率 真的太高了 現在物質環境真的是太好了 沒錯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要減重 都一定是要少吃多運動 應該要找出原因 對這個蝦腰才比較好 是不是 對 特別呼籲有一些人 如果他已經很認真的在解釋 很認真的運動 但是當你的體重還是塞車的 這個是大部分都這樣 對 其實沒有 假設你是這種狀態 其實你真的要反過來思考 可能你的身體是有失衡的 我們大概講幾個 目前我們發現 可能跟肥胖有關的一些失衡原因 例如說你身體系統性的發炎 有時候我們現在發現 原來你荷爾蒙在這個失衡的時候 你可能體重也不好控制 例如胰島素阻抗 例如壓力過大 它也會進而影響我們其他身體的荷爾蒙 再來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推廣好的食物 因為各種不同種類的營養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整體組織 開始代謝提升 也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幫助 所以不是要少 我只是看著 有時候我們是要吃到一些 對的東西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推廣 所以你要去吃各種全食物的東西 因為我們發現 真的在有一些肥胖的人 他的一個各種種類的營養素 是會缺乏的 對 所以其實你越是胖 你更要吃得更全醫生 對 很多人都覺得減肥 它就一味的就是要少吃 少吃 對 其實有時候它會忽略一些 很重要的營養素 反正身體的代謝越來越差 就好像剛才少偉講的 很多人就是只吃一點點東西 不吃澱粉 大家都在減糖 減糖 減糖 結果後來自己的代謝 完全完全都不會動 所以我身體上 根本就不會消耗的那樣 其實大家都想要減肥 但是我對方常在講 減肥不要太急緊 有時候會傷害到自己的身體 而且我覺得減肥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字 持久 如果你選擇一個很極端的方法 你不能持久 就算兩個月之後你瘦了 三個月之後 你還不是一樣胖回去吧 對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健康的瘦下去 我們健康2.0下次見 掰掰 掰掰 !